現在進行第十一條 請宣讀條文 民進黨馬盤提案第十一條 各級政府機關只有違反第三條至第九條之警示者 應主動移送或寒送檢察機關或司法警察機關偵辦 宣讀完畢 首先我們請離委員洪軍 主席 各位同仁 針對第十一條 它最主要是在論述的是 當你有觸犯到所謂的滲透來源 有違反到三至九條相對的任何的條文跟法令的時候 你各級的主管機關必須要去主動的告放 那這會有一個問題出現 我們可以看到的就是說這個各級主管機關 不是只有中央而已 還有地方 那你在法條還有包括它的定義跟名稱 都沒有非常的明朗 模糊地帶非常多 那會產生一個什麼樣的現象 會產生一個變成是一個藍綠鬥爭的最基本的一個法條出現 誰都有可能政黨輪替 那你的自由心政就大了 那你今天如何來去認定它 我隨時就可以檢舉你 我只要看你不順眼 我就檢舉你 我只要你不是站在我這一方的 我就檢舉你 我就告發你 那或許經過冗長的在法院的訴訟 過了多長不知道 到最後的結論或許會判他無罪 可是這會變成一個淪為一個適用的利器 變成是只要你跟我顏色不對 我就可以隨時的告發你 那這個恐慌度就會造成整個社會嚴重的問題就會產生 那多少的無辜的百姓 他們在台灣這個自由土地裡面 他們就必須沒有辦法去過安穩的日子 我一而再而生的舉 郭美蘭的案例 當他被認定共諜 媒體是怎麼樣的登開 結果經過十多個月 法務部檢調單位是如何來調查他 可是當他最後的結論結果 給他一張不起訴通知書 可是他工作沒了 然後他這個過程裡面受的煎熬是有多大 最後癌症死掉了 誰還給他公道 誰給他清白 所以反滲透 反任何的中資 反任何的影響我們國家安全的 絕對都是贊成的 不可能去反對他 可是要周延立法 這才是核心價值 謝謝 謝謝李委員 下一位我們請黃委員郭昌 院長 本院委員 從今年開始 社會上面出現了討論 是不是應該要仿造美國FARA的法案 或者是其他澳洲 加拿大 紐西蘭等等 世界國家的立法 對於防堵紅色的滲透 進行進一步修法的準備的時候 實在力量黨團 我們就透過各式各樣法律的修正 提出了修法的草案 也提出了反境外敵對勢力 並吞滲透法 很遺憾的 我們是一個小黨 我們所提出的法案 從來沒有被排審過 這是小黨 在目前國會的運作下 我們必須要面臨的現實 我們必須要克服的困難 我們能夠做的 就是在每一次的機會當中 藉由修正動議的提出 希望能夠讓法案 變得更符合立法的目的 讓台灣社會變得更好 在這次反滲透法的修正當中 我們所採取的立場也是一樣 我們的法案沒有被並案審查 於是我們提修正動議 我們所提出來第七條之一 之二 之三 之四 這些修正動議 其實各位回顧過去這一兩年 中共對台灣的滲透 造成殺傷力最大的 都是我們提出的這些修正太陽 表決沒有通過 我們也必須要尊重國會民主的程序 我們希望留下紀錄 未來出現這些行為太陽 而今天的反滲透法沒有辦法處理 我們再來共同面對 不過我要特別說明的事情是 剛剛柯建民總召說 時代力量用礦業法在操作 沒有經過院長協商 根本就不能排到院會的議程上 我不知道在立法院這麼久的柯建民總召 到底是按照議事規則的第幾條 說了這樣子荒謬的規則 這件事情必須要講清楚 議事規則沒有規定 立法院執權行使法沒有規定 本屆的國會有沒有在院長 沒有召集協商的情況之下 針對有爭議的法條來進行處理 有啊!2017年5月科學技術基本法 2016年11月法院組織法 63條之三 這些都沒有經過院長協商啊 為什麼那麼 謝謝黃委員 下一位請官委員碧林 首先說明是剛剛國昌委員所提到 時代力量所提相關於反滲透法有關的版本 從來沒有被排審其實是有的 林維州委員在委員會有排進來 確實是有排審 那麼李俊夷委員後來召開了公廳會 每次涵蓋所有的法律在裡面的一個公廳會 但是我們還是很感謝時代力量在昨天協商的時候 以及在今天一直都支持反滲透法絕大多數的條文 在昨天也願意接受原來時代力量所用的 以登記制為基礎的版本 以及其他所有的版本 因為結構的不同而沒辦法並按協商 時代力量不堅持我們十分感謝 那今天反滲透法通過了 我們的基本的設計的結構跟立法的目的 本席在這裡以及許許多多民進黨的說明 非常的清楚 我們先用這樣的反滲透法 來做一個最基本的民主核心的防衛體系 我們認為我們對這個時代 我們對下一代 我們進到了這一屆 我們應該要扛起來的責任 至於今天到底能不能處理礦業法的部分 其實我昨天確實是在突如其來的變更程序 那一刹那 感覺到十分的焦慮跟緊張 因為大家都知道 沒有經過協商的法案 如何處理 礦業法 我們沒有完成承諾 在這一屆修法完成 裡面連霸王條款在裡面這樣一個法 我們都沒辦法修 我們十分謙卑地必須跟廣大的人民 你們的期待落空 我們必須致歉 我們應該要反省 但是今天能處理嗎 如果我們真的認為今天處理 礦業法是對的 我認為那是欺騙選民 沒有協商的法案 就不是說有共識之下 只剩下27個有爭議條款的法案 沒有協商的法案 送進來今天的院會 就是114條加14個張明 總共125個條次的法案 今天怎麼協商 今天怎麼審 今天要排進來 真的很抱歉 我們沒辦法投票 如果我們投票反對 馬上投票的結果 又被拿去操作成說 民進黨再度阻擋礦業法 沒有錯 這個會期沒有通過 我們真的很抱歉 但是今天這樣的操作 真的是一個遊戲 我們認為是一個策略跟一個欺騙 謝謝國安委員 各黨團推派 花園的委員 已經與花園完畢 現在處理民進黨黨團提案條文 現有民進黨黨團要求記名表決 現在開始時間一分鐘 楊委員要聲明 對剛才所有之表決 與民進黨黨團意見一致 列入公報紀錄 表決結果 表決結果 出席七十一人 贊成六十七人 反對四人 蓄權零人 贊成者多數 做以下宣告 第十一條 照民進黨黨團提案條文通過 在哪個部位 通過 她 絕對